上世纪50年代著名香港影视红星兼歌手顾梅 除了演技精湛并拥有一把好响音之外 她的画工更是出众 被影迷称为小云雀的她 自70年代正当红之时决定离开聚光灯后 在泰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视觉艺术界展翅高飞 成为亚洲知名的水墨画家 她的水墨画作赢得了亚洲20世纪艺术大师张大千和赵无极的赞誉 并在1977年获颁香港市政局艺术奖 此作品续而被香港艺术馆永久收藏 顾梅的画作多以生动的云雾为主题 其画作是她魂牵梦绕的绝美景致 亦使她渴望自由的雾画 不享受香港都市森林的刚进水泥矿线 她转身头像并拥抱了儿时记忆和心中的水村山锅 郡岭幽谷 长长流水和辽阔平原 使画作充满她对世外桃源的玩味遐想 她在1984年由香港移居加拿大 加拿大美不胜收的四季景色 以及自然奇观 给顾梅带来很大的冲击 进而成为她日常的灵感泉源 此刻转名为《西洋醉了》 转出她与1978年至2018年期间 《西爱》的创作 即遗父和上世纪50年代 就建立了友情的赵无极 在1993年交换而来的珍贵水墨画作 展现顾梅近半个世纪来对山水和水墨的迷恋 其作品散发着明绵不绝的超凡功底和灵气 更渗透着属于台北之年 对时光仍然和岁月匆匆的深刻动物 本次展出的作品 致教她独特的色调 大胆且不拘一格的挥刷勾画 以及脱俗紧致 如今已92岁的她 仍然是我们当今为数不多的 女性水墨山水画家之一 她的水墨画作被众多知名诗人收藏家 大型企业、博物馆、画廊和机构收藏 其作品也在各大拍卖公司出现